DXC 2014 RCT P1A MC第3题 这一题只有32%考生答对 这次再次问8bit tools government 似乎这个topic tools government 在历界DXC里面 考生都答得表现不太理想 可能因为这个题字都涉及 有些比较抽象一些 复杂一些 还有都用多少数学的 所以如果我建议你是考生的 就播一播那些tools government的影片 还有你放一点功夫 在硕课里面的二进制 Bindery System 那里都是需要关注 好,回来题目这里 ABCD 4个8bit tools government code 它说 谁加了1之后increment by 1 就会产生overflow error 特别留意题目这里 讲加1是加1 即是加到它爆煲为止 很明显的expect是一个正数 即是一个正数 即已经去到极限了 已经去到极限 你再加1就爆煲了 这里我们再次重温 就是8bit tools government 最大的数是多少呢 就是127就是2的8-1次方 再加1 其实是一个公式的 2的n-1次方 加1 这个数字其实都可以很容易看到的 譬如正数最大那样 正数就是0次头 对不对 后面你要最大嘛 所以所有的binary number 全部都拿了是1 即是0次后面加7个1 最小一个就是贯1、2、8 这个都是公式的贯2的n-1次方 而且percent这个就是贯2的7次方 因为在这个case n就是8bit、8 overflow就是这里 这些就是overflow 太大太小不行 因为我们只有8bit而已 最大是这里 你弄个数字如果大过这个范围 就会表达错的 其实中间这个range 是一个finite range 一个fixed range 这个range可以扩大的 当然如果你不是用8bit 比如你用16bit 这个number可以大一点 这个number可以小一点 你的range 表达的数字 就能够宽一点、多一点 产生overflow的机会就会小一点 我们回来读题目这里 哪个数加1会overflow呢 很明显我们要看一个正数 负数是不会有机会overflow的 因为负数加正数 例如1行头的这个是负数 b、负数、负数 其实三个都是负数 negative 负数加正数是不会产生overflow 因为它们会互相抵消 这就是一个数学原理 或者我们很快去举个简单例子 举例b这样 1后面有7个0加1 是不会overflow的 为何我们印证负数加正数是不会overflow呢 因为很简单 比如b这个就是负128来的嘛 这个负128 后面是0 所以这个denary value就是负128 它已经刚刚去到最小的负数 最小的负数 你再加1 就是负127 一定是full within the final range 它不会踩出界的 不会出界 所以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b、c、d是错的 所以其实很简单 就是a 因为它是一个正数来的 但是我们很稳定的 都要check一check 是不是这个加了真的overflow呢 不是因为它是正数的原因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最大的正数呢 0后面7个1 就是这个单元 其实这个就是正127 刚刚就是最大的正数 你再加1就变128 那就会离开了final range 128就在这里了 overflow error 我们怎样印证它有overflow error 其实都可以真的做一次加数出来 127加1 本来是正128的嘛 127在8bit2是0 后面加7个1 正1就是000001 这里我们做了 正127加1 加到它 1加1 10 基本上这里全部都是进位的 答案就是1之后7个0 凭什么判断呢 这个是有overflow error的呢 我们怎样知道呢 这个是overflow error呢 我们有证据的嘛 证据很简单 这个1字头 这么有趣的 负数 supposed正数的嘛 这个有一个contradiction 就是完全矛盾 没有理由两个正数加上 变一个负数 在数学上讲不通 但是电脑就会有机会产生这个 所谓的overflow error 中间是负128来的 就是来到这里 那就错了 那当然呢 电脑就知道这个overflow error 其实它里面呢 在那个ALU里面呢 有个叫status register 就专门记住这件事 看着这个电脑呢 有没有一个overflow的情况呢 出现 好 所以再confirm一次答案是A 那最后我们都转一转个问题 如果这个不是加数那样 let's say这个是减数那样的 减数那样的 减数 减数 那哪个数字 会出现overflow呢 那大家留给大家想想 dst2014 ict pb1a mc第八题 这一题呢 只有4%后生的一答对 那这题呢 是问sql command 那题目给了一个select from 的sql statement select name phone from employee 那题目就说呢 这个sql command run了之后呢 它的output呢 只有一个record display出来 就是only one record 那问你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那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呢 这个sql command 究竟做了什么呢 那就是select 一些name和phone的fills 一些人名的电话号码 from employee table 那留意这个呢 是并没有where clause的 那些where啊 group by啊 order by呢 全部都一略都欠奉的 就是没有那些 都相对地简单的 只是在employee table里面呢 就是拿些名和电话号码出来 那为了visualize整件事呢 我们可以直接呢 就是将那个结果呢 就是画出来 let's say name 跟着呢 就这个phone 他说明是只有一个record 一个record 比如这个是陈大文这样的 陈大文 电话画12345678 这样 只有一个record 那但是呢 你的table呢 这个叫做employee 他们将employee table呢 都画出来 那会有name 会有phone 可能还有别的feel的 都不出奇的 不过呢 这里似乎都不是我们说 最大的关注 就是可能他还有其他feel的 那但是问题呢 究竟employee table里面呢 有多少record呢 那一定会有陈大文啊 是吧 因为我们select了出来嘛 还有个电话号码呢 都是可能这个了 12345678 那但是他有没有机会呢 还有第二个record呢 这里有个想想 有没有机会呢 这里呢 还有anotherrecord呢 就是第二个record 行不行呢 如果有另一个record呢 那我这个select statement 留意了 其实并没有wear clause 并没有落filter 基本上所有record 都会select出来 因为它没有wear嘛 直接从employee 那这里有什么 这里就出什么的了 那你说这里有没有机会 有第二个record呢 这里出不了呢 这个output出不了呢 这个output出不了呢 那是不可能了 not possible 或者impossible 那因为呢 我们没有落wear 如果有wear呢 那这里可能还有很多的 我们只是filter了陈大文出来 但是没有wear嘛 那所以证据就是说 这里呢 基本上都是得陈大文 一个record 它画可以有些feels的 但是这里呢 我们因为没有select 所以没有show出来 所以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最大的关注 所以有了这个理解之后呢 我们看一二三个答案 哪个对 哪个不对 一 一 only one record in employee 这个呢 对的 第二 name of phone is empty 这个都无厘头的 这个呢 不对的 因为如果是empty呢 那连那个record都没有了 empty就是没有东西 就是没有信息的 就是没有data在里面 基本上都不可能有output 一个record出来 三 maybe other feels in employee 这个小心一点 maybe other feels in employee 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fact 是可能是发生的 这个是true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呢 是不是出一个record的原因呢 why 留意这个是reason 我要找个reason 它是不是reason呢 就不是reason 它是一个事实 但是 并不是出一个record的原因 它可能还有别的feel 但是因为你都没有select 那你就自己出name和phone 但是出一个record呢 就跟这个fact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三是错的 最后答案呢 one only 就是a for apple 所以我们答公开的MC 都要留意的 就是 有时它都会放一些facts 但是准备咨证出题目 它问一问 他问right reason 这个fact是不是reason呢 如果不是的时候 就不可以放到它的答案里 dx2014 ictp1a MC第六题 那这题呢 就刚刚少过一半考生答对 那这题问呢 proxy server 叫代理伺服器 proxy server的功能 就是proxy server能够做到123b1样东西呢 那我们先看看proxy server的角色 就是代理伺服器 那基本上呢 它真的好像一个代理那样的 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来的proxy 就采取我们的电脑 一个user的电脑 和internet之间 那为什麽突然呢 中间呢 加了一个代理人呢 就是转接了咯 其实呢都有很多好处 首先我们上网的时候呢 就是呢 其实呢 就不是直接去internet的了 先去了个proxy先 去这个代理伺服器 它就代了我们呢 去上网呢 找那些的网页资料 那它就上网找 那样呢 譬如我想去google那样 就是想拌google的网页 想拌个search engine 那proxy代我去找google的网页 那接着呢 它就returngoogle的website 那样 那接着再send给我了 接着我的电脑呢 就会出现呢 就是google的search engine 那好处在那里呢 譬如我第二天又再想去google 那又打昨晚呢 那proxy呢 因为它昨天lo过google 那它就 它会将那些网页呢 那些web pages呢 是呢 cash 就是好似一个快速储存的 装置一个buffer 一个buffer的空间呢 呢 就是google的网页那样 那proxy就不用直接去internet再搜的了 它直接将个cash里面呢 那些google web page呢 send给我 那呢就会快点了 那呢 就因为不用再经互联网嘛 那些cash 常用的网页的 就是文字呀 图片呀 video呢 会存在proxy那里 那绝对是cash memory的concept来的 就是你将一些常用的资料呢 放在proxy那里 就快一点 那就减少呢 那就减少呢 lo网页呢 用的时间 那时间短了的 那有个网速也会增加到呢 上网的速度 internet connection呢 其实没有增加到的 那个bandwidth 都是fixed的 因为你没有加粗那条水喉嘛 没有扩大的bandwidth 那但是呢 你统网页的模式呢 用的时间是短了的 因为呢 你有个cash帮手 那还有这个proxy server 都未必只得一个人用 比如可能第二个人 叫B君那样 那他又去google 那又去经proxy 那他也都不需要 再直接出internet 去统google的website 那在proxy拿个cash回来呢 那就已经用得了 所以可以说是整个network的人 用proxy的人呢 他统网页的时间就大大降低的 那而且还有个好处 这个proxy呢 因为中间人的角色呢 你还可以set一些filter的 web filtering 就是说呢 某些网址 可以给一些users呢 直接出街去internet 找那个网页 但是你都可以block 就是做blocking的 所以这个proxy 就是好像一个中间人 一个代理 一个手援口的角色 主要因为他的位置 刚刚坐在user和internet中间 那所以我们看看题目的1 increased internet connection bandwidth 这个呢 刚刚呢 很容易中复的 这个是不对的 他统网页的时间短了 并不代表呢 internet connection bandwidth 的网速是高了 那如果网 记住要反过来 如果网速高了呢 统网页的时间一定短了的 但是统网页的时间短了 并不代表网速高了 第二 filtred website 这个就对了 第三 cash web page 都是对了 所以答案呢 2 and 3 only Divadoc DX2014 ICT P1A MC第三个问题 这题呢 刚刚多过一半考生答对 就是问关于呢 香港的copyright protection 就是那个版权的保护 那题目呢 就给了4个情景 ABCD 4个情景就是呢 他们全部都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做A 这一样东西呢 那有机会呢 就会导致到B 那样东西呢 就不能够做 或者呢 没有被保护 那就问那4个情景呢 B一个这样的情况呢 是对的 是correct 那我们逐个看啦 第一个呢 他就说呢 如果一些ideas呢 没有express in the form of product 或者expression 就是表达出来 那些ideas呢 就不会被保护 那这个是对不对呢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如果ideas 一个意念 比如一个产品意念 只是停留在原创者的脑里面呢 其实是无法进行保护的 他一定要有种形式 把ideas表达出来 例如画画 或者一个poster 或者只是一个产品 那才有方法进行保护 所以其实呢 答案呢 就会是A的 那我们都看完呢 BCD呢 为什么是不对呢 那第二个情景呢 就说呢 就说 香港海关呢 是不能够申发 除非呢 那个copyright owner呢 是提出一个的投诉 例如海关呢 是不能够充公 盗版CD 除非呢 那个电影的社畜人 或者一些软件製造商呢 提出投诉 那他们才能够采取行动 那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呢 因为就算没有投诉呢 都可以采取行动 那C的情景就说呢 一本书呢 是不能够被保护 除非它在香港呢 是出版 那这个很明显就不对了 因为呢 没有理由 只在香港出版的 才是香港实际保护的嘛 如果那本书在外国出版 在香港 难道不受保护吗 这个都是不合理的 那最后一个情景就说呢 那些computer program 电脑程式呢 是没有被保护 除非它通知了这个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Ogeo 那这个都很明显是错的了 因为呢 基本上呢 就是电脑软件程式呢 都受法律的保护 特别是版权法 那这个和通不通知呢 Ogeo呢 是没关系的 所以最后答案呢 就是A for Apple